铁刀部你不要告诉我 出事的原因是因为下雨了 打雷了 在你道貌黯然 温文尔雅的面对镜头 做出沉默的背后 有多少可耻的 臭不可闻的 血淋淋的 赤裸裸的腐败 过一天 就停止饮酒 鱼很需要你的忍受 而非你的借口 可你却总是闪躲 心口苦中 哦 你貌似在左手 是否真愧疚 脚下的蹄在头 脸上的泪在流 那现场什么花落 被收紧了镜头 失踪名单 咋不透露 为何要掩埋车头 难道在你面前 任命 还不如猪和狗 哦 哦 多少千名一口 哦 几十万就足够 他在拿刺力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生命迹象 说明当初 有人是 有生命的 也许那个时候 我的太太 我的家人 她活着 你为什么不来营救我们 我太太 跟我丈母娘的事情 是通过整体 车厢吊钢 拿到楼下的 她不是为了营救我们的人物 我们更多的感觉是为了铁路通车 因为她说了 昨天晚上铁路已经正常通车了 我丈母娘的事情 不是用切割金拿出来的 是用挖机被挖出来的 你施工 你哪怕我们的生命已经消亡了 你也不能用挖机 来对待我们吧 告诉你 告诉你我认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握紧我的拳头 去追查那一手 这是我的心在战斗 这是我的血在流 最后我需要握紧你的爱 十万就足够